除了在韩国 还有一种中国味道近期也火到了法国巴黎 它就是上海南乡小龙馒头 这款美食有着上百年的历史 其制作记忆还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法国巴黎的玉圆灯会展区内 南乡馒头店铺位前排起了长队 其中有私乡的上海人 更多的是对小龙充满好奇的法国人 开园前两天 700多只小龙包在开园后的不到一小时就销售一空 原汁原味的上海味道 在法国重现 离不开南乡小龙馒头制作记忆 第六代飞仪传人由玉敏和团队的亲力亲为 由于运输限制和食材要求 很多东西只能到当地准备 我们一般性在上海都选择猪肉的夹心肉 也就是前腿肉 然后到了这里一看 这个前腿肉是前腿肉 但是没有肥肉 只有很瘦的那些瘦肉 只能夹心肉用五花肉替代 因为这里的五花肉还比较肥 对于小龙制作 馅儿馨和皮缺一不可 馅儿馨刚搞定 小龙皮又遇到了麻烦 这里的面包 那个高筋粉强度太高 然后低筋粉它太烂 所以说我们也进行了几次的调和 把做面包的粉 加上做蛋糕的粉 调制到最适合做面点 虽然灯会是下午开始 但由玉敏和团队 从每天一大早就得忙碌起来 做馅儿馨 擀面皮 包小龙 为的是开圆时 得以迎接在铺位门前 排起成队的顾客 我们是想大概每个人吃两到四只 差不多 然后没想到到了这里 基本上客人都买六只 买六只也就算了 还有五龙六龙 这样一下子一个人 就要买到二三十只 然后其实到第三天 我们就开始加量了 好多客人吃好了以后 会特地过来感谢